女孩被困在密室 正无助地向父亲求救 水泥却源源不断地涌入进来 她拼命地拍打着墙壁 身体逐渐被水泥淹没 在绝望的内涵中 她慢慢失去了行动能力 这一切只因父亲认为 死亡和恐惧能够延长建筑寿命 十几年后 建筑师小美来到了这里 这栋房子即将要被拆掉 她必须赶在爆破队到来之前 计算找出合适的爆破点 小美推开房门走了进来 好奇着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突然发现正中间的墙上 有着奇怪的图腾 正当她把手扶上去的时候 女管家出现了 随后叫来自己的儿子吉米 把小美带去房间 临走前还特地交代 八楼和顶层是不允许上去的 可是年少无知的吉米并不懂得 永远不要对女人说别做什么 很快小米来到了八楼 找到了前往顶楼的楼梯 在上面发现了一个秘密房间 刚想走进去时 却被这里的小机关下了一条 随后拿起一个本子看了起来 里面贴满了少男的幻想 还写着一段话 原来这是吉米的日记本 通过里面的内容 小美觉得这里有她不知道的事 随后来到了便利店 用这里的电脑百度了一下 原来这栋楼里 埋藏着16条人命 小美找到了吉米 戳破了直男的小心思 吉米也答应她 偷钥匙夜闯八楼房间 小美并没有忘记 自己不是来破案 是来工作的 她正坐着记号点标记 此时一个黑人走了进来 抡起斧头 砸向了墙上的标记 面对质疑 她愤怒地解释道 这虽然是小美的工作 但这里却是她的生活 随后这个愤青中年 头也不回地走了 此时 隔壁的邻居老太接纳小美 家里全是书有2000多本 都是这栋楼的设计师留下的 小美随意地翻看着 紧接着看到一本古老的书 随后将窃来的书放回包里 面不改色地和老太唠嗑着 回到房间后 小美研究起了书 书上记载着 死亡和恐惧能够延长建筑寿命 她瞬间明白了 是设计师为了延长建筑的寿命 害死了16条的人民 此时却突然传来敲门声 原来是吉米准备带她去八楼 来到房间后 发现每面墙上都有洞 正是那些被发现的尸体 接着把灯打到了墙上 上面竟然有设计师的人像 随后年轻的吉米 也逃不过男人的本性 拿起手电筒晃了起来 小美阻止着 却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个人影 正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们 女人正在泡澡 突然听到了小女孩的声音 等她从水中起来 走到镜子前面 恍惚间听到有小孩嬉戏的声音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 比如这天小美正在洗漱 墙壁上的镜子抖动了起来 当她取下来后 洞口竟然流出了血来 小美刚想拿手堵上 墙里伸出三只手把她牢牢抓住 她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 紧接着源源不断的水泥涌了进来 小美拼命地拍打呼救着 却无济于事 很快就被水泥给淹没了 这时小美从床上惊醒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的噩梦 只因这栋房子发生过命案 有16条人命被交注在了墙壁里 她走出了卧室 却发现客厅的墙上 被打上了标记 一时间小美尽不清楚 自己是不是还在梦里 她慢慢地向客厅靠近 突然一束花出现在面前 原来是男朋友小帅 小美惊魂未定地指着墙上 可她却说不是她干的 随后两人找到了小黑 可她却否认了 原来这些年来 小黑一直承受着 肤色带来的偏见 离开后两人结伴来到了八楼 却撞见管家在里面 挨到自己的丈夫 两人随即躲了起来 不曾想被离开的管家锁了门 于是两个人找起了其他出口 却在墙上的人向上发现了机关 地上应声开启一个通道 在往下爬的时候 小美发现了浴室的窗户 原来吉米曾在这里偷窥她 随后两人来到了底层 在墙上发现了一个活动门 进去后 发现是个垃圾屋 这时管家却开门进来了 了解事情原委后 喊来吉米进行对质 她却死活不承认 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小美躲在浴室里 闷闷不乐着 小帅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信封 告诉她一起去旅游散散心 小美转眼就被安慰好了 随即两人打起了扑壳 可吉米却在隔壁偷听着 眼眶里的热泪 是祭奠自己死去的心动 第二天清晨 小美率先醒来 带她走出房门后 却发现地上满是血迹 打开房门 里面里竟是吉米的宠物 小美急匆匆地收拾行李 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多待 开始做起了工作报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后 放入了信封 这时候吉米找上门来 为她的不理之道歉 随后递给她一个本子 是设计师的手机 透过里面的内容 小美了解到这栋建筑 是模仿了埃及金字塔 而两者都会有个房间 能够直射太阳 她便跟小帅去屋顶查看 终于让他们找到一个密闭的空间 这里深不见底 却不曾想 里面传来了吉米的呼救声 这个男人疯了 为了完成自己的作品 竟将八岁的女儿困在墙里 不顾女儿的哀求 用水泥浇筑封雇 只因她从古书上了解到 死亡和恐惧能够延长建筑寿命 而现在 她将小美绑了起来 自己在地上挖着洞 企图完成最后的祭祀 为这栋建筑注入灵魂 可怜的小美 本来是下来就几米的 悬在半空中的时候 小帅受到暗器袭击 自己也摔了下来不省人事 醒来后才发现 眼前的男人竟是失踪的设计师 这时候吉米却出现在上面 丢下来一张纸条 原来她一直喜欢着小美 为了不让她离开 才设计了圈套 困住了小美杀了小帅 将她的工作报告寄出 车子沉入湖底 这样就没有人知道 小美一直留在这里了 可眼下 她却快成为了男人的祭品 这时候爆破队已经到了 小美听到了钻孔声 撕心裂肺地呼救着 却无济于事 在挣扎的时候发现把手松了 随后偷偷地牵了过来 拿起了刀子 设计师还在不紧不慢地 做着基础 小美持刀威胁 可这时候她却笑了 原来一开始 这座建筑的灵魂必须是她 所以祭品也只能是她 男人的声音更有魔力似的 层层传入小美的耳朵 蛊惑着她动手解决了自己 很快小美便失去了理智 解决掉了这个男人 男人躺进了 为自己准备的墓穴 机关下的水泥 很快就淹没了它 这时外面的爆破队 马上开始工作了 吉米却良心发现 喊着小美的名字冲了进去 小美弟父亲听到后 停止了作业 待人也跟了进去 吉米打开天窗后 底下的小美 却因体力不知倒下了 正让众人感到知己 吉米以为自己害死了小美 自己也跳了下去 倒在了小美身边 当然最后两人双双获救 而这种建筑也因此存活至今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悲剧的发生 一切源于吉米的母亲 为了复仇 她带着儿子独自生活在这里 囚禁着设计师 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摧毁这座 害死她丈夫生命的建筑 却在过程中迷失了自己 忽略了儿子的感受 缺乏应有的教育和关爱 吉米最终长成了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才有了悲剧的发生 藉由此片也呼吁大家 百忙之中要多陪陪自己的家人 给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 喜欢的朋友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